好,我们今天开始看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是这个 那高斯定律左边是说 一个封闭面里头钻出来的电通量的净值 要等于这个封闭面里头所包含的电荷的净值 被ε0这个常数来除 这是高斯定律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 以下我们介绍它的意义跟它的应用 首先呢,我们就谈 那如果这个Q 这个电荷的净值 如果是正的话呢 那么这些flux就是从封闭面里头钻出来的 就说电通量是钻出来的 如果这个净值是负值的话呢 那电通量是钻进去的 那就说电场是钻到这个面里面去的 如果这个电通量是钻到这个面里面去的 就是从封闭面里头钻出来跟钻进去的电通量相等 所以它的净值是0 但是电场不一定是0哦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图啊 这里有一个正电荷Q 这里有一个负电荷Q 那这些呢是它的电力线 电力线我们上一次讲过 从正电荷发出来 指于负电荷 比如说这样子 正电荷发出来指于负电荷 这是从这个地方过来 那现在我们看几个面 比如说S1 这个封闭面 这个封闭面里头 它电荷的净值呢 就是一个正Q 正Q 所以是正值 是正值的话呢 那么电通量啊 就是等于正的 正的 当然这个 这个时候电场不是0哦 电场不是0 好,那么我们再看S2 S2是这个 这个正值就是电通量钻出来的 它电力线是钻出来的 看到没有 那么S2呢 因为Q and closed是负Q 它是负值 所以电通量是负的 电通量是负的 那就是说 从这个面里头钻进去的 钻进去的 当然这个电场也不是0哦 这是指面上面的电场 面上这些都有电场 好,那么再看S3 S3是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封闭面里面 根本就没有电荷 没有电荷的话 就是Q and closed等于0 那这边等于0 那这边等于0 左边一定是0啊 那这个是0 电通量是0啊 就是说 钻进去多少 钻出来就多少 可是这个面上的电场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是0啊 有电场啊 好,那么再看S4 S4就是整个这个大的一个封闭面 它把Q 正Q跟负Q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个面里头的电荷的净值啊 也是0 因为正Q加负Q是0嘛 好,这边是0 所以电通量是0 那就是说 它有多少钻出来的 多少钻出来的 就有多少钻进去的电通量 可是啊 这个面上面的电场不是0 看到没有 这里都有电场 都有电场 这不是0 OK 好,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虽然有的时候啊 在高斯定义里面 Q and close的等于0啊 像这个面里头 Q and close等于0 这个面的Q and close等于0 但是电场并不是0啊 在这里并不是0啊 对不对 就是说 虽然Q and close等于0 电通量因为Q and close等于0 电通量也等于0 但是电场1不见得是0 不见得是0 好,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电场等于0 就是说 它的 这边电场一定是0的话 那么电通量是0 那么Q and close的B等于0 就是说 这个是0 电通量是0 那么Q and close一定是0 那么Q and close一定是0 一定等于0 OK 就是说电场是0 这个高斯面上面的电场是0 那么从这个面里头 钻出来或者钻进去的 电通量的静止一定是0 好,现在我们看 导体的特性 我们知道导体可以导电 这个 它的特性呢 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我们先看 这是一个导体 导体它是 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子结构了 它有一个正电荷在核心 然后旁边呢 就有负电荷 正电荷里头 就是说核心里头的正电荷是直子 这数量 它有多少正电荷 旁边就有多少电子围绕它 那么这个电子呢 是带负电 那么导体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围绕在这个原子核周围的电子 它最外层 它最外层 有时候有一个两个 那这些电荷跟原子核之间的这个引力非常小 只要有一点点的电厂作用在这个电子上面 这个电子就会跑掉 会离开这个原子核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导体 它呢 当然很多原子构成 它本来有多少正电荷 就有多少负电荷 所以它的电荷呢 总电量是零 总电量是零 它有电荷 但是总电量 电量的净值是零 好 当我们把这个导体啊 摆在一个外加电厂 E External 就是外加电厂 那这外加电厂就作用在这个导体上面 于是这个电厂啊 它就把负电荷 那个电子 外层的电子 推到这一边去 那这边就留下正电荷 这有多少负电 这里就多少正电 于是啊 这个正电跟这个负电 就会构成一个电厂 这个是我们称它叫做内电厂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好 那么它这个电荷要堆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就是堆积到 它产生的 Internal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等于External Electric Field 的时候啊 就说他们这两个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时候啊 就使得这个内部的电厂等于零 这个时候电荷就不再推了 不再推了 于是啊 电荷通通禁止啊 就是说这些负电禁止在这里不再动了 正电荷也禁止在这里不再动了 那其他的电荷呢 在轨道上的电荷 我们就当做它啊 没有移到别的地方去嘛 也当做不动 于是这个时候啊 这个状态下 导体就称为处于静电平衡状态 静电平衡状态就是说 导体 它里头没有电荷在移动 它所有的电荷都各就各位不再动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导体 导体 我们说如果这个导体上面啊 我们给它额外的电荷 额外的电荷 就是它本来有电荷啊 但是它的净值是零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给它额外的电荷 比如说 你可以用摩擦生电 然后这个电再给它 或者你用感应生电 让它带电 不管是正电 还是负电 我们发现了 全部这个电荷 额外的电荷一定分布于这个导体的表面 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不会在里头 我们要证明这件事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假如这个导体啊 我们给了它额外的电荷 额外的 我们现在要证明它 额外电荷通通在表面 不在里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高 在这个导体内部啊 做一个高丝面 像这个虚线就是高丝面 高丝面就是一个封闭面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这个导体是静电平衡状态 你看 是静电平衡状态 那就说 它这个电荷已经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了 就像这个样子 各就各位了 那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电荷一定等于零 一定等于零 因为你只要里面有电荷啊 那这个原子核周围的这个 电子 最外层的 原子核最外层的电子 一定会移动 一定会移动 或者说你有额外的电荷在这里 那么有电厂的话 这个电荷一定会移动啊 电荷一旦移动 它就不是静电平衡状态啊 因为它现在是静电平衡状态 所以我们说 这里头的电厂一定是零 高丝面里面的电厂一定是零 高丝面上面的电厂也是零 好 那高丝面上面的电厂等于零 我们上一张头影片就说过 它的电通量等于零 对不对 电通量等于零 一等于零 电通量一定等于零 那电通量等于零的话 而电通量是等于QN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就是等于这个高丝面里面的电荷的净值 被epsilon zero来除 这个要等于零 那一定是QN closed等于零 那就是说 这个封闭面 高丝面 这个封闭面 就是高丝面里头 不会有电荷的净值 那就是你这个额外的电荷 不可能存在这里 不可能存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高丝面呢 只要坐在里头了 它里面的电厂就是零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高丝面 尽量往外围坐啊 最外围就是最靠近这个表面 好 那么高丝面里头不会有电荷 那么刚刚这个 我们说它的额外电荷到哪里去了 不在里头 那一定是在表面啊 对不对 一定在表面 所以我们说 多余的电荷 就是额外的电荷 不会存在导体的内部 那么是全部在导体的表面 那现在我们去看 导体内部是没有电厂了 电厂等于零 也没有多余的电荷 那多余的电荷 是在导体的表面 因为这里有电荷 电荷 那这个里头没有电厂啊 因为它是 有电厂 它这个电荷一定会移动啊 那我们说这个表面 表面的电荷 表面会有电荷 那表面的有电荷的话 那拿到电荷就不会跑吗 如果这个电荷 比如说它带余 多余的是正电 正电荷 那么它产生的电荷 如果是朝切线方向呢 那么这多余的电荷就会动啊 对不对 都会动 但是这个如果是正电荷的话 它产生的电厂是朝外 对不对 就是朝这个地方 那么正电荷 电厂作用在正电荷上面 正电荷是顺着电厂的方向移动啊 可是 如果是 有垂直方向的电厂呢 那电荷就被它垂直往外推啊 但是它不能出去 因为外面不是导体啊 这个电荷不能动啊 电荷只有在导体里头才能够动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候啊 表面会有电厂 表面会有电厂 不论你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 都集中在这个 都分布在表面上 那表面上正电荷产生电厂朝外 它把正电荷朝外推 电荷不能出去 如果是负电荷的话呢 它的电厂是朝这边 朝这边 朝内 但是它是负电 所以它跟电厂的 它的受力跟电厂的方向相反 也是向外 也不能动 所以我们说 内部水上电厂等于零 表面会有电厂 这个电厂呢 一定是跟这个表面 垂直 就是说什么地方 表面的 这个地方 就是跟这个地方垂直 这个表面的电厂 就是跟这个地方垂直 就是跟局部的表面垂直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结论 有额外的静电分布的导体 在静电平衡的时候 静电平衡的时候 额外的静电荷全部分布于导体表面 导体内部的电厂为零 导体表面会有电厂 这个电厂呢 与表面垂直 表面电厂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们等一等 想到高斯定律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大小求出来 目前我们只知道说 额外的电荷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那么导体的表面会有电厂 这个电厂呢 是跟表面垂直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这是一个球体 一个球体 假设它这是一个球体 那么我们有电量Q 均匀分布在这个球面上面 这个是导体 还是非导体 我们不管 就是反正有一个球面 这个球面上面呢 会有电荷Q 均匀分布 我们现在要问 在这个 这个空间 外面 球的外面 或者球的内部 任何一点 它的电厂是多少 电厂是 实是多少 那这一点我们就 就 任意点 我们就令它叫做P点 它的电厂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题目啊 我们要看看这个题目 要我们做什么 它是要 它知道电荷的分布 然后要求 电厂 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 我们学过哪一些 求电厂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 第一个学的就是 点电荷的电厂 只有一个点电荷 那么它产生电厂 是什么 然后我们学的是 一群点电荷分布在空间 我们要求它的电厂 这个我们也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学到说 如果在一个空间 有电荷分布 就是有电荷密度 这个空间不管你是 一个体积也好 或者是一个面积也好 或者是一个线也好 有电荷分布的话呢 做连续分布的话 我们也可以求 它的电厂 这个时候电厂啊 要用积分的方法来做 对不对 好 那么 现在这个呢 是连续分布 可以用积分的方法 来求电厂 但是这个积分啊 但是这个积分啊 你要取这个 DA啊 很麻烦 非常麻烦 比如说 你要积分的话 这是二维的积分 很麻烦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求 这个还是可以求 但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后来又学到一个叫 高斯定律 那高斯定律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说 当这个电荷的分布 有某一种对称性的分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那我们看看 这里有没有对称性的分布啊 有啊 那这个球面到球星的距离都是R 当半径VR的地方 电荷密度都一样 那么这个电荷就是 球状对称分布 既然是球状对称分布 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所以你看你要用高斯定律之前呢 你要说明说 这个电荷 它是做球状的对称分布 所以可以应用这个解电草 为什么球状对称 有对称分布的这个电荷 可以用高斯定律呢 以下我们就来分析给各位看 好 现在我们知道要用这个式子来做了 各位以后要用高斯定律解的时候 解电草 你这个定律一定要写出来啊 要写出来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看左边这个是什么 左边就是说 对于空间上面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要等于QN close over epsilon zero 好 这边是任意面 任意的封闭面 上面的电通量 那这个电草是这个面上的电草 DA是这个面上的电的面积基数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要取一个面了 你要面积分 当然要有一个面了 要取什么面呢 这个面很重要 你取得好 这个电草啊 等一等可以从这里积分积出来 那你才能够求电草啊 要不然那你怎么 你在这个式子里头 一等于什么 你怎么知道 好 那今天告诉我们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 同心求灭 半径于R 同心求灭 为什么做这个同心求灭呢 因为你做这个同心求灭啊 它上面的电场啊 有一些特性 让这个积分式子很容易积分出来 那你这个同心求灭上面的电场 有什么特性呢 那我们先看 比如说你站在这个电场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这里这里这里或者是这里 你看这个电荷的分布 是不是大家看的都一样 都觉得前面这里 距离我多远的地方 有球状的对称电荷分布 对不对 好 既然 每一个位置所看的电荷分布 情况都一样 因此这些电荷 在这些点上面产生的电场 你就没有理由说 这一点的电场比它大 这一点电场又要比它小 你没有理由这么说 因为电荷的分布都一样啊 对他们来说都一样啊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一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个面上的电场 等于常数 面上的电场是一个常数 OK 好 不但是常数 而且这个电场啊 一定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圆着半径的方向 原因就是说 你这里不是有球状对称分布的电荷吗 如果我这里取一个DQ 这个位置 它会产生一个D1朝这一边 那我在它对称的地方 也找一个一模一样的DQ啊 因为它是对称啊 也会产生一个D1朝这一边 你看 这两个大小相等 跟这个 这个线夹着脚一样 所以它的合相量 就是朝半径的方向 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说 好 现在第一个特性就是 电场是常数 而且这个电场呢 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要取DA了 DA也是面上面的 你电场在这里 我就在这个高斯面上面取一个DA 因为高斯面是个球面的 你上面取一个DA的话呢 它是球面的一部分了 所以它的方向也是朝R的方向 对不对 也是朝这个半径的方向 好 那么DA跟电场 都是朝半径的方向 因此我们说 DA就跟E是平行 你取这个面积基数DA啊 因为它是封闭面 所以它正方向 一定是朝Y 朝Y 所以平行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分做两个区域来看 如果P点是在这个球体的外面 在外面 就是R 大于大R 好 那么我们先起左边 你看 左边原来是这个电通量 好 那现在你说 DA跟E平行 这两个方向相同 所以倒给以后就变成E的大小 成DA的大小 然后E又是个Constant 它跟位置没有关系 所以可以提到积方向的前面来 那就积DA就好了 DA呢是球面的一部分 你积整个球面呢 那它的面积就是4πR平方 你看 就把它积出来了 对不对 很容易积啊 积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右边 右边 Q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QEnclosed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高丝面里头所含有的电荷的净值 那就是全部的Q都包括在这个高丝面里头 所以QEnclosed就等于Q 那Y0是个常数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我们把它带到高丝定律里头去 右端等于左端 或者左端等于右端 那就得到1了 电场就是这么大 你看 当你取的P点是在一个距离R的时候 你取P点 某一点不定了 这么这就是一个定值 所以电场它是一个什么 常数 看到没有 在R某一个定值的时候 电场是一个常数 好 很多同学求到这里就做完了 其实还没有完了 要你求电场 你现在只把电场的大小求出来 电场的方向也要写出来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看到没有 1是这个 所以1项量就等于这个 Q over Epsilon 0 R Epsilon 0乘R平方 R Univector 就是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个值我们可以把它当公式 以后常常用到 OK 好 得到这个结果以后 我这里提到一下 你看 当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就说这个电荷 全部在这个 大R里 就是说电荷是在大R这个位置 全部在这个小R里面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的电荷形态 就是说你要看的这个球电场的这个地方 它是在电荷的外面 如果电荷是球状对称分布的话 它的结果就跟什么 就跟所有的这个电荷都集中在球星 Q在这里 把它当作点电荷 如果有个点电荷是Q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场就是这么大 这个很重要 这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到它 可以用到它 就是你这一点 在一个球状对称分布的电荷的外面 它的电场 你就可以把这个电荷当作集中在球星 把它当作点电荷来求电场 这个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R小于大R的范围 这个小R在这里了 P点在这里 我们还是用这个式子 这个地方的电荷 跟前面的判断一样 它电荷的大小 相等就是常数 方向也是圆多半间的方向 不管向内还是向外 也是圆多半间的方向 它唯独不同的是什么 左边 左边是QNClosed over Y0 那么高四面在这里 所有的电荷都在它的外面 里头没有电荷 所以QNClosed等于零 那使得这个分数等于零 于是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边基本就是这个 四态二平方乘上一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判断 电荷是常数 是圆半间方向 这个也是圆半间方向 于是等于这个 现在这边等于这边 这个等式等于零 你不能够直接写说电荷就是零 那你要分析什么 就是说高四定律 这是一个很等式 就是说这个左边很等于零 很等于零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状况 它都是零 那现在我们看 四拍不是零 那是零的话一定不是四拍 二呢高四面的半径 随便我做 我做它不是 我令它不是零 它就不是零啊 但是 即使这个都不是零 但是整个这个还很等于零 那只有一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小于大R的地方 一等于零 好 于是我们就得了一个结论 这题目的答案就是 电荷在R 大于大R的地方 是这么大 小于大R的地方 是这么大 这是大于等于大R 我们看这个 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说 我们有Q的电量 均匀分布在这个球体的内部 分布在这个内部 OK 球形体积的内部 分布在这里 总量是Q 现在要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电场 我们要做这个题目还是一样 大家不要急 不要拿到题目就做 你都不考虑它是什么题目 你不考虑你 你绝过什么方法 现在要用什么方法 你拿了笔就要做 一做就错 那么我们先去考虑 刚刚我们说过的 我们学过什么样的电荷分布 产生的电场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球电场等等 那这个是连续分布 可是呢 它有什么 球状对称 就是说距离球形 一个R远的地方 任意一个R远的地方 头一个R的地方 电荷密度都一样 就球状对称 所以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可以用这个来做 OK 好 你这个说明了 因为它是球状对称 所以我可以应用高斯定律 然后在R大于大R的范围呢 我就做一个同心球面 半径为R的同心球面 作为高斯面 然后我们就分析 为什么要做这个高斯面呢 是因为这个面上面 它所面对的电荷分布都一样 所以它的电荷是Constant 它的大小 大小是Constant的 方向是朝着 半径的方向 这都跟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取 电荷激素 因为这是球面嘛 所以球电荷激素 它也是跟 也是在R的方向嘛 所以呢 这个是平行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高斯定律的左边 这个就跟前面完全一样 这个外头跟前面完全一样 右边等于这个 那么它的向量就是这个 就是R大于大R 这个都跟前面一样 你看 我们刚刚那个是 所有电荷分布在球面上 现在所有电荷是分布在球的体积里面 可是你要球的这一点呢 是在电荷分布的范围以外 它的电荷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球体的电荷 都集中在球星的时候 把它当作点电荷来看待 又再一次看到这个形态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R 小于大R的地方 球 P的在这里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 高斯面 同心球面 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这个上面的电荷是常数 方向是朝半径的方向 取DA呢 也是朝半径的方向 于是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 就跟前面一样 但是它不同的是右边 右边 右边Q and close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常数 我们照写 好 那么这个 封闭面所包的这个体积里头的 电量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选成是Row 这个电荷等于电荷密度 乘上低套嘛 而这个电荷密度 就是整个球体的电荷密度嘛 是常数嘛 因为它是均匀分布 提出来 乘上低套 好 那epsilon zero分之一 Row是什么 就是这个球状分布电荷的电荷密度 就是总电荷Q 被总体积来处 总体积是什么 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在乘上 这个积分 低套的积分 就是整个这个高湿面所包的体积 那就是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因为是个球体嘛 那这个画可以画成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把它带到高湿定律里面去 左边 这个 左边 是这个值 右边 是这个值 左边等于右边 那直到一等于这个值 然后 把它带到电荷里面去 这是电荷的向量 OK 所以我们就得到 Q做球状对称分布于 整个球体的时候 在球体的外面电荷 是这个 里头的电荷 是这个 这是R大于等于R 这是R小于等于R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例题 电荷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 无限长的圆柱导体的表面 这个圆柱导体 是无限长 我们画这样就表示说 这只是一段而已 它其实是无限长 它是导体 如果有电荷分布的话 我们根据导体的特性 这个密度一定是在 电荷一定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所以它的电荷密度 是表面电荷密度 我们假定它的密度是 Lamina Coulomb of a Meter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表面上面 我取一段长 为一公尺 一公尺 好 这一公尺 这一段 一公尺这一段 圆柱体 表面的电荷 全部 全部加起来 是等于Lamina Coulomb 这一公尺 那就是 每一公尺 有LaminaCoulomb的 电荷分布 求电厂 求P点的电厂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 也来求 那我们 照样是要分析 你要学会 不要信急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先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我学过什么样的方法 没有 我学过的方法里面 有哪一些可以用 OK 不能直接用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改良一下再用 好 那我们就 慢慢算了 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高斯定律 求电厂 那这个也是连续分布的表面电荷 你可以用积分做 但是积分很麻烦 那如果用高斯定律呢 可不可以呢 那就看这个电荷是不是 有对称性 好 因为它是分布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所以你看 这个分布是一个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对称就是说 从轴上 距离轴R圆的地方 它的电荷密度都一样 你看 这一点跟这一点 这一点 这半径 这个半径都一样 R的距离都一样 所以呢 是圆柱状对称分布 所以可以用高斯定律 OK 好 既然是高斯定律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做了 看左边是什么 封闭面 你要取一个高斯面 那这个高斯面 这是高斯面上的电荷 这是高斯面上的面积基数 那取什么样的高斯面呢 怎么样的一个封闭面呢 那这个时候 你不能像我们前面 我做一个球体 球面 你做球面没有用 为什么做球面没有用啊 比如说 这个是个球面 那你站在球面的这些地方 看这个电荷的分布 会不会一样啊 不会啊 你这一点看的 就是说这一点 距离这个电荷比较近 这一点距离电荷比较远 对不对 那它跟电荷分布的这个区域 距离都有分别了 你怎么还能说这些地方的电荷是常数呢 不是常数这就积不出来啊 所以不能用 不能只取一个球面 现在我们要取什么样的面 取这样的一个面 这个圆柱面 这是圆柱的上底 圆柱的下底 这个是圆柱的弯曲面 取这样的一个面 OK 好 那就取 你真的要说明啊 做这个题目啊 你图要画出来啊 图要画出来 人家才知道你高丝面在哪里 等于等这个里头的E了DA了是什么 人家才看得到啊 好 我现在取半径为R 高为H的一个同轴圆柱面 作为高丝面 就是这个面 你这个取了以后啊 你图上面注明一下啊 这个叫做高丝 这就是高丝面啊 好 这个时候这个高丝面啊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球面 浑然一体啊 这个时候高丝面是由上底下底弯曲面三个面所组成 因为这三个面 不一样对不对 不像这个球体都是同一个球面同一个地方 好 那这个分成三个面 所以你不能不能不能期望他三个面上的电场都一样啊 好那我们就一个面一个面来看看 你看这个三个面上的三个面上的电场各有什么特性 好 S1 S1是曲面 S2上底 S3下底 有这个特性 曲面上的电场 因为你在这个曲面上面任何一个位置 你往这里头看 你往这里头看 电荷做什么分布啊 你看看一个有无限长的一个圆柱导体 半径是R 而上面的电荷密度完全一样 大家看的都是这样子 都是无限长 OK 所以在这个面上的电场 你就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的电场比较大 哪一点电场比较小 那一定是constant 那么它的方向呢 有对称性 我们知道这个方向一定圆着 跟轴垂直的方向 就是这个R的方向 因为你这里取一个DQ的话 产生D1朝这边 你可以在这个 以这个线为对称点 这里要找一个DQ啊 D1朝这边 所以呢 电场一定朝R的方向 那么在这里取一个 面积基数DA的话呢 它也是圆着R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就是平行的 那S2在这里 S2跟S3的电场 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唯独它的大小 在这个面上的大小 不一定啊 就不是定值啊 因为这一点距离比较远 距离这里 在这里 这一点就距离更近一点 对不对 你不能说它的电场是常数 不能说这个E2是常数 但是E2的方向 确定是朝这边 也是有对称性之道 然后你在这里取DA2的话呢 这是一个平面啊 取DA2的话呢 就朝这里啊 对不对 所以E2是跟DA2垂直 这是外面啊 因为这个面有一部分是在导体的外面 内部呢 内部它电场就是零了 内部的电场就是零了 因为它是导体内部啊 外面有电场 电场不是常数 但是电场跟DA2是垂直 DA3下底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状况啊 那我们有了这个特性 就把这个特性带到等式的左边 等式的左边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面的面积分 S1 S2 S3 三个面的面积分 好 我们刚刚说E2 要在里面就是零 在外面就是跟这个垂直 那所以它是零的话呢 那这个flux也是零啊 那它是垂直的话呢 也是零啊 所以 这个就是零 E3也是一样 所以只有这个 而1弯呢 我们刚刚说它是跟DA弯平行 对不对 就变成一个存量 那1可以提出来 那DA弯就是 DA弯的积分 GS弯 那就是这个弯曲面的面积啊 弯曲面的面积是什么 2πr乘3h 左边就积出来了 你看 这不是很好积吗 对不对 右边 Q encroased over epsilon zero enclosed就是 你这个高湿面 里面的电荷镜子 它这个高湿面啊 所包的这一段啊 只有h高 只有h高 所以呢 我们刚刚说 每一公尺是laminar库轮 那现在有h公尺的话呢 就是laminar乘h 好 右边也有了 左边也有了 左边等于右边 它带进去 就得到 左边等于右边 那就1要等于这个值 好 那么 1呢 它的 向量 就等于这个 以后做题目要注意哦 你不要把大小求出来 就很高兴啊 方向没有求 你只对了一半 好 那么r小于大r的范围呢 因为这是导体啊 我们题目说这是导体 内部就没有电场了嘛 对不对 所以 它的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r大于大r的地方 电场是这么大 小于大r的地方电场是零 好 现在也值得我们注意的 你看 这个我们看过啊 这个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例题 一个 无线长直线上面 有电荷密度 Lamina分布的时候 距离它r远之处 距离这个 直线r远之处的电场 就是这么大 所以我们以后也可以把这个 拿来用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题目是 电荷 分布在无线长的一个圆柱导体 电荷的分布 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状的对称 当然是要无线长 要无线长才行 你要求这个电荷外面一点的电场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电荷密度 所有的电荷当作集中在轴上面 好像一个细导线上有Lamina 酷仑的电荷密度分布一样 它的电场由它产生 OK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好 密度 这个是一个无线大的平面 无线大 上面有电荷密度 有电荷分布 均匀分布 它的密度 sigma是一个常数 常数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面上方跟这个面下方 任何一点 它的电场是多少 电场多少 好 那么我们做这个题目也是一样 你照前面我们讲的 你先看看这是什么题目 它是有电荷的分布 要求电场 那么有什么方法我们学过呢 比如说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求电场 这是连续分布 我们也做过 我们前面用积分的 那个时候我是画这个面 画一个圆形的面 我们用积分做过 对不对 现在我们用高斯定律看看 可不可以用高斯定律 那就看这个 这个有没有对称性 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一条直线 跟这个面垂直 跟这个面垂直 这个电荷 上面的电荷 对于这个垂直线来说 都是对称 就是说跟它垂直线 距离相同的地方 电荷密度都一样大 那这就是对称性的 有对称性的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 那现在我们就要取高斯面 高斯面 我这里简单的就 因为有图 在这里我在讲话 我可以用画告诉你 我可以用画告诉你 你自己做的话呢 要把这个写出来 做一个高斯面 圆住 盒子状的一个高斯面 这个盒子呢 一半在这个面上面 一半在面的下面 这个盒子的面积啊 这是A 下面也是A 然后它的高度呢 上面这个高度是H 下面这个高度也是H 这样的一个面 那我这个面啊 我们也把它分作三个面 三个面 上底 下底 跟弯曲面 好 我们说上底 你先考虑上底 你站在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你往下看 你看到什么 你说 哎 距离我下面H深的地方啊 有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 电荷均匀分布 因此 这些电荷密度 对面上面任何一点产生的电场 一定是一样大 对不对 Constant 好 你在 然后我们又有电荷的对称性 我们知道 这些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一定是垂直向上 因为它有对称性嘛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DQ 它第一朝这边 我可以知道 我可以知道对称的地方 也找一个DQ 它的第一朝这边 这两个大小相等夹的角 跟垂线夹的角相等 所以它的电场一定朝这个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 哦 因为一文 它等于Constant 方向呢 朝上 好 那这个方向 我们就在这里画一个 Normal Direction 就是面上面 上面是正N 朝下面是负N 所以 它的大小是一 方向是N 好 你在这个面上面 取一个DA的话 这取一个DA 在这里 也是朝这里啊 因为这是个面啊 DA要跟这个面垂直啊 所以 这两个平行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 下底 你下底 站在下底 往上看 也是一样 上面H高的地方 有一个面 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电荷密度 均匀分布 那么 我们也可以得 E2是一个常数 不单是常数 这个常数 跟这个常数 要一样大 因为 高度是一样的 高度是一样 你往下看H深 跟往上看H高 距离都一样啊 所以这个一样大 不但等于E 不但等于Constant 也是等于 同样的一个E哦 好 那么DA的方向 朝下 那么下面呢 因为电荷在这里啊 它的电场是朝下啊 所以呢 电场是 E乘上 负N的方向 那DA DA2 你取DA2 跟这个平行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看弯曲面 弯曲面上的电场 弯曲面上的电场 我们说 它的方向 一定是朝这个方向 在上面朝这里 在下面呢 是朝这里 对不对 跟这个道理一样 但是你取DA3的话 一定是朝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 圆柱面嘛 朝半径的方向 所以 这个是垂直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面 这个通量 电通量 分成三个面的通量 三个面的通量 三个面的通量里头 因为 E3跟DA3 永远垂直 所以这个是零 那这个跟这个平行 这个跟这个平行 所以的基出来呢 E1又等于E2又等于E 所以就是 E 这个基出来是E乘A 这个也是E乘A 所以是两倍的EA 那右边 E Enclosed 就是这个面所包的电荷 那就是只有这一块面积 A的面积 它单位面积是Sigma A的面积就是A乘Sigma 这两个 带到这个 这个跟这个式带到这里 就得这样的式子 E就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得 在面上面一点的电荷 是这个 朝上 面下面呢 是朝下 你看 从这个值里头 它跟H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面上面的电荷 大小都一样 跟高度没关系 你一公尺的地方 电荷是 电厂是这么大 一万公尺的地方 电厂还是这么大 那为什么跟高度没关系呢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面是无限大 这个面是无限大 无限大 如果不是无限大 就像我画的这么大 那一公尺跟一公尺半就不一样 对不对 一公尺的地方跟两公尺的地方 电厂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无限大 无限大的话 面对无限大的东西 你一公尺跟一万公尺 这个距离 因为无限大的话 它的电厂是一个 电厂是一个 均匀的平行线 平行线 你一公尺的地方 它的电厂线 跟一万公尺的地方 电厂线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再用 高斯定律 来 写这个问题 以后常常用到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 无限大的 平行的 导体 平面 导体平面 这个上面带的 均匀的电荷 密度是正Sigma 这个地方带的 也是均匀电荷 是负Sigma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时候 我们说 两个平面 导体外面的电厂 跟两个导体中间的电厂 是什么 就是二导体平面之间 跟二导体平面 外侧的电厂 是什么 要求这个电厂 好 那现在我们 求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前面 刚刚讲过的 那个例题 每一个都是一个 无限大的 都是无限大的 平面 无限大的平面 外面一点的电厂 都是 这个地方电厂 朝这里 它的电 这个平面的电厂 是朝这里 大小都是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对不对 好 我们用那个结果 现在我们就看 这一点的电厂 这一点 你在这一点 往这边看 你看到两个导体 对不对 一个是正Sigma 带有正Sigma 电荷密度的导体 一个是带有 负Sigma电荷的导体 那么它的 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 我们来看 你在这里看到的 如果是负Sigma 这个面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一定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因为电厂 就是单位正电荷 所受到的力 那一定是被吸引过来 是这个 然后这个电厂 是朝这一边 又是排斥 我这个弄错 X朝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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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这一边 X朝这一边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电荷 这个平面 导体上面的电荷密度 产生的电荷是朝这一边 对不对 就跟X相反 是负X的方向 那这个是跟X相同 所以是正的 下起来是零 那么 右外侧也是一样 右外侧你看 正 在正电的平面 在这里产生电厂 朝X的正方向这么大 那这个平面 产生的电厂 是朝X的负方向 也是这么大 所以合起来也是零 那再来我们就看当中 这两个 它在这里产生电厂 朝这一边 这个电厂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电厂 两个电厂都是朝这个方向 朝X的方向 所以加起来就是这么大 那这个就表示说 以后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两个导体 平面 带的电和密度正好是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的话 那就是中间的电厂是这么大 外侧的电厂是零 这以后我们在讲capacitive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近视值来算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任意形状的一个导体 我是画图就是这样比较容易画 我就画一个像椭圆一样的 这个上面带有电荷 因为它是不规则的形状 所以呢 它带电荷的话 电荷是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那表面电荷密度 因为这个表面的曲率半径都不一样 所以Sigma的大小呢 它是什么 是位置的函数 就是说这一点的Sigma 跟这一点的Sigma可能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说 像这么样的一个导体 表面带的电荷 那我们要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电荷 这绝对不能用高市领域 因为 这个不是一个 没有对称性 不能用 不能用 但是 假如 我们 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电荷 不是离这个球面很远 是在球面上面的话 可以用 为什么可以用呢 你看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用高市面 高市地区 我做一个高市面 圆柱状 很小很小 这应该写着Delta A 很小很小 这个底是Delta A 这个也是Delta A 这个是它的弯曲面 它只有Delta A 这个Delta A 在表面上面 其他都在表面的里头 这是高市面 这个箭头应该画到这里来 好 那么做这么一个高市面以后 那就这里去告诉我们 一个底贴近在导体的外面 另一个底质在 底根的弯曲面都在导体的内部 好 现在我们呢 你做这样有什么好处 它电厂有什么特性 有 我们前面不是说 导体有额外的电荷 导体表面有电厂 我们不知道电厂是多大 但是我们知道电厂一定跟表面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厂朝这边 E温等于 E温等于EN 这个时候E不是常数 在这个小面积来讲 这个趋势 但是对这个整个大面积来讲 不是常数 那DAA也是朝这里 E也是朝这里 所以这个就平行咯 所以那么这个 E对这个高湿面来说 因为这个面啊 DELTA A 当这个LIMITED DELTA A APPROACHES ZERO 的时候 就变成DA 对不对 因为它小得不得了啊 你上面的电厂有不一样吗 你看不出来啊 你看到就有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面积就不够小了 够小的话就是这个E 没有显著的变化 就是个常数 高湿面里头的部分 这个面跟这个面 都在导体内部 电厂都是零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高湿面分成 这一部分表面上的 跟表面内部的 总通量等于表面外的 表面上面的 就是导体外的 跟导体内的 OK 导体内的因为电厂是零 就剩下这一项 而这个跟这个是平行 所以就是EDA E是个常数 在这个小面积里头是个常数 那就是E乘DA了 最好这个写成DELTA了 那现在 我们再看右边 等式的右边 高湿电历 QN CLOSED 这个高湿面所包的电荷 只有这一块 那它就SIGMA乘DA 这个跟这个相等 我们就得这个字 好 于是我们就得了 这DEL约掉 E就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然后 它的方向就是Normal 跟这个局部表面垂直的方向 电厂就是这么大 好 这里就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知道 导体 如果带电的话 它表面上的电厂 一定是跟槌子 跟表面垂直 大小呢 是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SIGMA就是说 你要出哪一个面 上面的电厂 哪一个位置的电厂 就是这个位置的电科迷度 OK 电荷迷度 好 那么我们上面就看到 高湿定律好好用 如果你做连续分布电荷的 要求电厂 用积分来做 要做个半死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用高湿定律 做给各位看 好简单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 高湿定律 只能用在 电荷具有某些 对称分布的时候 才可以用 否则不能用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 圆柱导体好了 有限长 它带着Q的电量 也是 也是均匀分布 也是均匀分布 你能不能用高湿定律 也说我也跟以前一样 我做一个圆柱形的高湿面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这个高湿面上面 这个弯曲面上的电厂不是定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点 比如说这一点 我画的这一点 是在这个带电体的中间 对不对 这一段的中间 这个呢 比较靠近这一段 那么 这两点都有显著的不同了 就是说它距离 带电体的端点很近 这个是在终点 因此这两个电厂就不是常数 不是常数 你就不能用高湿定律去做 对不对 那还有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Q分布在 一个圆环上面 要求P点的电厂 这也不能用高湿定律啊 因为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面呢 你做什么样的高湿面 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高湿面 可以让电厂很容易积分呢 所以也不能用 OK